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方是母子二人 妈妈 李女士 儿子 小赵 我们了解一下母子二人来心派调解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想调解一下我跟儿子 跟没有关系怎么相处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现在就是对我反感 只要我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他就觉得他不输 就来责备我 只要坐在一起 就是不说话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压抑 已经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了 我想让这边的一些老师来评判一下 我的母亲有很多的想法是错的 我今天来这边就是这个目的 他非常自私 语言暴力 和你交流的状态很不好 是吗 现在没有交流 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我心都是碰碰飘的 我很紧张 小赵自称对母亲惯性排斥 李女士在儿子小赵面前 则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惶恐不安 母子俩如此异常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导致的呢 李女士告诉大家 问题源于2014年 那年她出资给儿子 在南京开了一家青年旅社 随后她便过去帮儿子 一起打理生意 死后的几年时间 她和儿子因为经营管理理念的不同 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争吵 母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僵化 就在上个月 儿子跟他大发雷霆 甚至以死威胁 我们是做网站的嘛 把图片啊那些房型 都是放在网上卖 她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 感觉挺乱的 乱七八糟的那种 她就觉得那个图片是很好看的 那个网站做了一两年了 一直就也没怎么做好 我都建议把那图片啊 就是说换一下 不换 她就说我眼光不行 我不只说了 就是上百次几十次了 我都不是我夸张 但是她不换 结果呢 我自己就拍了一些图片 我觉得很整齐的那些图片 传上去之后 那网站的话 明显的订单量就多了 然后到前段时间 她就发现 就是说这图片是不是你换的 是你换的 这个图片你换上去 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说这个图片没什么问题啊 我就跟她辩护嘛 然后她就指 那用手指着我 你背嘴 你赶快去死什么的 就这样子就骂我 你再说 我就用刀把我手砍掉 每次跟她说的什么 就用这些来威胁我 要么我跳楼 要么我砍手 我确实说过这个话 是因为她不停地语言暴力 不停地讲 我说不要再说了 你闭嘴 但是她还是要说 我说你信不信 我把手砍掉 就这样啊 因为她不停地讲 她刚才说了 她就偏偏喜欢那种乱乱的东西 因为你不懂艺术 她自己的那个眼光 就是非常的老土 然后就买一些 可以说在三十年前 都非常的 大家都不喜欢的那些 假的那些 哗哗草草 就假的那些 就是我的眼光 肯定是比较好的 这毋庸置疑的 人家私底下就会跟我说 说实话 你妈弄的这个 真的很难看 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反应了 这个东西很难看 很老土 你想一下 你上场这个图片 面临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她招来生意了 确实是 我觉得她有一点愚蠢的 是什么 包括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是 自私的人 他不觉得自己自私的 要不然他就不叫自私了 愚蠢的人 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愚蠢的 母子俩因为年龄和审美的差异 在经营旅店上产生了许多的争吵和矛盾 大家都能有所理解 可是小赵却把母亲的问题猛然地上升到愚蠢自私这样的高度 甚至语气中带着浓烈的鄙夷 这让我们意识 母子之间的矛盾 绝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小赵很快就说出了 他心底对于母亲深层次的怨恨 我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 他就告诉我 你爸是一个坏人 还有更难听的 他还说 你长大了要把你 你爸杀掉 所以我小时候 我对我爸就是一个敌对的 我认为他就是我的敌人 长大之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怎么能对一个小孩子说这样的话 他给我的回答是什么 我跟你爸天天吵架 我不对你说 我对谁说 我觉得这句话是大错特错 我记得有一次我六岁的时候 我爸跟我妈在吵架 他当着我的面喝药 我记得还是一个绿色瓶子 然后还有就是他跟我爸吵架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会消失 就几天看不见 然后就跟你传递说 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了 很匪夷所思吧 当时有那个录音机 有那个磁带 不是可以录音吗 他说 就用那种很可怜的那种 以后什么等妈死了 之类的 你可以录这个来听一下 一个小孩 他本身是没有安全感 他会很害怕的 所以我到现在 今天我都很害怕 我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在这里我是实话实说 但是在外面的时候 我同样会把自己比较强大的一面 我给表现出来 这是冒哭的 我是觉得他跟我爸啊 就是不管怎么吵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给你的孩子 因为你跟你的孩子说了之后 会影响他很长很长时间 甚至是他的一生 因为当时也是特别难受 我跟他爸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同意的 然后有什么苦 我都找不到一个结束的 我可以理解你当时有苦 无处去说这个情景 有没有想到 就是你在痛苦无奈的时候 你的一些下意识的行为 会给他造成什么 这一点有意识吗 开始其实没想那么多 因为到现在他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 他都会提这件事 我也跟他道歉了 因为我都觉得我们那一代人 也是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都说我都跟你对不起了 你不要每次提这个事情 你不要哭的事情 我说你都几十年了 你每次提 现在不知道都提了几百次 几万次了 现在就是每次 我有一句话要说 我打住一下 你不尊重我 我就会不尊重你 我也是有我的底线的 你妈妈刚才说 她也为这些事情跟你道过歉 她也告诉过你 就是她并不是有意这样为之 你听了她的这些话 我相信 因为我现在 我也三十多了 可能她那个时候 就是接触到的 可能没有现在的年轻人 接触得多 可能她成熟得比较晚 而且她自己 也是在一个很懵懂的 这个年龄 可能就跟一个男的结婚了 但是她处在一个痛苦中 对 但是我认为的是 无论你 你痛苦到要自杀 你不要跟这个小孩子讲 她刚才的解释是 那个时候我们不太了解 我知道 她其实是没有的 她没有说要跟你道歉 她的那个态度就是 每次说的这个事情 她的回答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 我跟你爸吵架那么难受 我不跟你讲 我跟谁讲 她一般都是这种 那听到这句话 我就非常抓狂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你不会自己憋着吗 所以无法达成谅解 这一步 没有谅解 她刚才不是说了吗 叫我自己憋着 只要一吵 就是我毁了她人身 她现在就是 跟我说话的那眼神 都带着杀气的 夫妻感情不和 李女士把年幼的儿子 当做了诉苦的对象 那时的她觉得 儿子是她精神上 最大的依靠 可她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多年以后 儿子会因此 对自己充满怨恨 甚至以此不断攻击自己 她觉得 这或许只是儿子 找的一种借口 因为她所能想到的 和儿子真正产生过 剧烈争吵的时期 是在儿子上高中 出现强烈叛逆的时候 叛逆期的时候 她就不读书 也跟她吵 十几岁的时候 就从来没叫过妈 李女士说 儿子小赵 高中没读完 就辍学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儿子变得不再懂事 甚至连妈都不叫 然而小赵却说 自己之所以 十多年不叫妈 都是被母亲给逼的 那个时候跟她发生矛盾之后 我还是会问饭有没有煮 然后还是会去叫 叫妈 她整个的那个样子 就好像憋了一个晚上 很生气 然后她说不要叫我妈 又隔了一段时间 或者是隔了一天 又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还是叫她 我说妈 然后我说煮饭了 然后她说 你不要叫我妈 大概就是有四五次了 我说是你呢 我叫你不理啊 后面我不会再叫了 到今天为止都没叫 因为我之前一直叫的时候 她还是生气 隔了几天不叫了之后 突然之间叫 发现有一点障碍 所以就到今天 我现在也习惯了 你听她说这个原因 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她跟我吵架的时候 她也不像那些小孩子 是跟你 就是好好沟通 好好说 她这是骂你的 她骂你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是她妈 骂的你就是 你一文不值 现在骂你了 马上你还要 笑嘻嘻地跟她讲话 你记不记得 这个儿子刚才说的那个事情 你们俩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 真的她说这么多次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她生气的 就是急了之后 真的不好意思讲 吐了一会 弹到我脸上 你说呢 然后当时还用那个腰带 打在我头上 用那个高跟鞋扔过来 就直接砸我砸在我头上 我觉得那个肯定不可能 我肯定没有那样子打过你 我会在这里骗人吗 你有没有吐一口 弹到我眼中 那有时候 那个特别生气 可能有可能是 你说我用皮带那个打 她每次告诉你 是你气的 在小赵看来 母亲在自己童年 乃至青春期 用了太多错误的方式 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和阴影 对此 母亲却似乎从来没有丝毫的认识和反思 这让她感到很抓狂 然而 即便如此 即便她嘴上不再叫妈了 但对母亲的情感和依赖 却是依然存在的 2016年 她赚了钱 决定买辆车 当她欢喜地给母亲李女士打去电话时 迎来的却又是一瓶冷水